嗨大家好,我是阿瑟 本來做這個頻道是想要分享一些我在好萊塢電影特效業的一些經驗 但不知不覺就變成一個勵志頻道了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來奮飾技術一把 來談談 天秤客戶 一般人去剪頭髮的時候不會跟理髮師說 欸你這刀我覺得剪的不對 應該要再靠左邊一點點 欸來,再過來一點點 欸對對對 而去餐廳吃飯你不會跟廚師說 痾,這一碗的味道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你可不可以多炒幾盤給我試試看 然後你去開刀的時候呢 更不會跟醫生說 欸我等一下就要好啦 你可不可以趕給我 但是奇妙的是呢 講到美學和設計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搖身一遍 變成 藝術大師 美學博士 而我剛才提出的那些荒謬的要求呢 跟設計師說起來 好像突然間就沒有那麼白目了 請問這到底是哪來的自信啊 你以為設計師花了幾年的時間 學設計 受教育 和磨練美的見賞力 是都在搞笑啊 請各位接受一個事實 那就是 你剪頭髮絕對不會比理髮師好 煮飯也絕對不會比廚師厲害 開刀更不用說了 所以同理可證 你的美感絕對比不上設計師 否則你已經去當設計師了 不會找設計師幫忙 陳正吧 連波拉A夢都不會畫 所以在這邊要呼籲 各位想要找設計師幫忙的朋友 請尊重專業 因為當你放手給設計師去做的時候 設計師往往會對作品產生參與感 還有對自己作品的責任感 因此最後設計出來的作品 通常都是處於最好的狀態 當然身為客戶是絕對可以提供修改意見的 但如果你不停的干預 想要控制一切 你這個控制狂 到了一個程度之後呢 通常設計師就會雙手一攤 任憑你改了 你以為這是對方終於聽話了嗎 不 那是設計師已經完全把自己從這個作品中抽離出來的徵兆 因為你不尊重對方的專業 那接下來你想要怎麼胡搞 或是做出什麼四不像 都是你家的事 設計師只是拿了錢拍拍屁股走人 當然有些人會說 這個不能只怪我啦 設計師都怪咖 他們根本很難溝通啊 沒錯 我們就是怪咖 所以今天特別為大家準備了一個 與設計師溝通指南 也就是所謂的 翻譯直落 希望各位客戶在未來跟設計師合作的時候呢 可以更有效的溝通 1發案子 開架前請做好功課 嘿我有一個idea 我想要做一部小動畫 呃大概10分鐘 不用太複雜 呃3到5個3D角色就可以了啦 呃那下個禮拜可不可以給我啊 呃我的預算可能不像業界那麼多 呃所以做完我請你吃飯 蛤 這麼貴 隔壁老王的兒子說他只收3500耶 正確方式 找設計師前必看分析圖 又好又快就是貴 好又便宜就是酒 快又便宜就是醜 多年幾遍就會懂 不用跟我找藉口 正常人一點就通 又好又快又便宜啊 你做夢 呃 2 請不要吃誠實豆沙包 哈 哈 這什麼東西啊 醜暴了 正確方式 請把對方當人看 要圍圓 圓轉 嗯 這圖還蠻特別的 但可能是我之前就是表達的不夠清楚啊 所以方向有一點點走偏了 那讓我再說一次我的許求 3 禁用擬人畫形容詞 嗯 呃這張風景畫可不可以 再活潑一點 有朝氣一點 就是讓人看到的時候會有一種 哇嗚嗚的感覺 正確方式 多用數字亮畫 嗯 這張風景畫的環境可不可以再亮一點點 呃比如說是上午10點鐘的陽光 呃對比可以弱一點 彩度可以高一點點 然後影子裡面記得要保留細節啊 4 不要突發奇想 添亂的 嗯 這個版本很好 但是我剛然突然間想到 或許我們可以呃 是一個 完全相反的版本 看看導演會怎麼說 正確方式 請盡量縮小需求範圍 節省你我的時間 這個版本已經很好了 但既然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不如我們試著用同樣的風格跟限制底下 看看還能有什麼可能性 就當作是一個額外的版本給導演看 當然我們這個版本呢 會是我們的主力了 你懂的 5 講話前請三思 嘿我要設計一個怪物 呃你就想像這個怪物 很可怕 人家看到它的時候 會說HOLY SHIT 但是不會說WOW WOW的話就太多了 我要它是HOLY SHIT 不是WOW 記住 它要很恐怖 但是同一時間呢 它也要看起來很友善 可以嗎 正確方式 附上心目中的範例 嘿我要設計一個怪物 呃你就想像這個怪物 很可怕 但是不能像異形或是怪奇物語 裡面那些怪物那樣 板口尖牙就留了一大 到處都是噁心的黏液 一副它天生下來 就只想要殺人跟吃人的樣子 它必須要少一點那種尖尖嚼嚼 你可以想像說是一個 寫實的神奇寶貝 或者是一隻北極熊 它們都很危險 但是呢 就是不會讓人家看了覺得噁心 或者是不舒服 不想靠近 6 不要為了給意見而給意見 這個版本很好 好 有了 這邊這個馬桶啊 它可不可以稍微 靠右邊一點點 只要移一點點就好啦 不用太多 然後我們再看看會不會比較好 正確方式 少廢話 賞你個暢壞 很好 通過 好了 說了這麼多 總歸一句 人與人會發生衝突呢 主要都是因為不夠了解對方 或者是沒有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 所以讓我們一起學習愛人臨死 更多的同理心 換位思考 並且多看人家的長處 互相尊重吧 祝福各位不要成為天兵 也不要遇上 天兵客戶 額 非常享受